明天早晨 早晨 自從上次去到你們葵中的廠房 進行這個動態實地檢驗危險品車程序之後 我們有見面 今次其實想和一頓你們和所有的業界介紹 消防署危險品執法貨新增設了多一部流動宣傳車 目的是為了業界人士可以善用輪候時間 在車上了解更多新收定危險品條例的要求 亦都有一個更舒適的環境等候鹽車 是的 我們同時都反映著 現在可以有這部新的宣傳車等候 就是輸入了很多 我們都很感謝你的安排 因為新法例兩年過度期即將完結 近來按照新法例申請和續領牌照的數量 亦都大幅增加 為了加快審批程序 危險品執法貨的鹽車數量 亦都由十四架次增加到十八架次 而鹽車隊伍亦都由一隊增加到兩隊 目的都是為了增加鹽車數量 和縮短鹽車的時間 咦?是的,欣先生 你們公司有多少架危險品車輛 多少架已經完成了 和差多少架未完成 我們公司總共有20架危險品車輛 到目前為止 已有90%完成了新例的續牌 輸入的車輛亦都會於今年十月前完成 在這裏都呼籲業界 盡快為你們的危險品車輛 做新的牌照 沒錯 我在這裏再次呼籲業界 盡快為你們旗下的危險品車輛 按照新法例續領牌照 不要等 莫辭而立即行動 好,謝謝你 不妙 fate 拍攝